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砖头还在旅行当中啊 所以还在这个酒店里边 这个大家多多体谅 环境简陋 有一件事情砖头还是不吐不快 我今天必须要说 就是关于中国这两天特别火 这个所谓的广州地铁小仙女 质疑农民大叔偷拍 然后现在全网哭诉 说请大家不要网报我了 我要被川大开除了 等等这件事情 就是否原谅他是否宽恕他 现在网友各致一词 那今天砖头聊这个话题呢 是冒了风险的 我们都知道现在网上的舆论环境 非常容易被认为说 我们是侵犯妇女权益等等 所以砖头请允许我先叠个顿 砖头是一直以来非常注重 且关注女性权益 包括前两天我刚录完 谴责中国的一部人渣 躲在日本专门在地铁上偷拍 等等今天没所视频 这个团体还谴责这种 所以是有实证的 砖头可不是侵犯妇女权益 但是今天这个川大 这个就是什么什么地铁小仙女 这事过分了 真的过分了 有些观众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三言两语给您读一下 这件事情的过往经过 您看看就是说您站哪边 怎么回事呢 你看他说 这个人说我戴着口罩上地铁 想着没有几站就不做了 找了个拐角站着 还没站稳 地上一个猥琐老头 就开始盯着我看 你看看图片啊 这都有的啊 并且尝试拿出手机对着我 这时候我已经感觉他在偷拍我了 很快的我瞪着他 他就放下了手机 我意识到他应该没有拍什么 本想就这样结束 精彩的来了啊 本想就这样结束 我也可以忍一忍 但是一分钟内 我的脑子里飞速的运转 难道我的权益没有受到侵害 我就不用去维权了吗 这话说的吗 我再读一遍啊 难道我的权益没有受到侵害 我就不用去维权了吗 非要等到发生什么 我才能说什么吗 感觉这个猥琐老头 不是第一次作案 如此娴熟的动作和大言不忏的表现 就有了视频里的故事 就是他发了一个视频 当时拍一个老头 然后后面的括弧里还写着 本想他如果拍了我任何一张照片 我都不打算放过他 重重举起的拳头还没有打开 为所难出门必死 下面就发了这个老头的这个图片 照片给人家发在网络上 然后呢 他们上了一个标注 8号线猥琐男 于是呢 事情闻到了网上之后 也许是因为前两天 日本那个团伙偷拍等等 做了一个热场 国内很多人都很关注 也关注女性们朋友们 也关注自己的权益 所以都纷纷转发 关注这个事情 结果就弄上了热搜 但是后面警方介入调查之后 确实发现人家农民工朋友 这老头这大叔什么都没有拍 人就是蹲在地上看手机而已 是这个女子自己反应过度了 那么现场女子检查这男子手机 发现也确实没拍东西 这事本来就是个误会 这女孩应该给这农民大叔道过歉 本身就完了 但是本来在警局已经没有问题了 后续她在网上又发布的这些东西 就惹了众怒 于是很多的网友都纷纷的谴责 这名小仙女 说你怎么怎么样 你怎么那么过分 说了很多很多各自的观点 也有一些支持的所谓的女权斗士们 在捍卫这位女大学生 说人家防范偷拍没有问题 双方在网上热战成一锅粥 然后后面更有意思 这位女大学生宣称说 求大家请原谅 发了一个道歉声明 本来大家可能以为说 那真的是认识到错误了 那不要说敢信杀绝 做人留意见日后好相见 结果这位女大学生 根本不是什么 至少很多网友看来 不是在真心的道歉 因为人们发现 他的道歉视频下面 开启了精选评论 跟这个中国官媒党媒学的 可能是 其他网友评论 不许评论 不予显示的同时 他自己点亮了一则留言 一则回复 有人质疑说是他小号的 是不是小号 咱们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则留言说别骂了 别骂了 人家都道歉了 还想怎么样 然后这解门又开启了打赏功能 有这么一些人给这条留言 和给这个博主打赏 网友就一下给整不会了 那你这是道歉呀 还是示威呀 你这不就打这道歉的名义 让大家都闭嘴吗 什么川大要开除他 很多网友一下急了 说开除的好 就应该开除 舆论就火到现在 这是这是简单的给 砖头给大家不知道的网友们 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流程和经过 尤其是海外的一些朋友 那么经过砖头这个介绍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你们做何感想 尤其是海外的朋友做何感想 也许有些朋友你们依然很宽容 也许觉得说女孩子嘛 她能怎么样 要对她进行宽容 那这里面呢 要分两个层次来说 你比如说 如果你问说 别人问我说 砖头你愿不愿意宽恕他 我说我当然愿意宽恕他 因为砖头的宗教信仰告诉我 说我们要免了别人的债 如同上帝免了我们的债 我当然愿意宽恕他 但问题是宗教信仰 现在来说并不是一个普世的价值 咱们还是冤有头债有主 得从头拿一个普世的面来说 那这问题就不好说了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 俗话说好 说己所不欲怎么样 勿施于人 包括砖头的宗教信仰里边 也同样有话说 你拿什么什么 别人量器量给别人 别人拿什么量器量给你 这是对等的 在中国古代的刑法里边 包括这个刑事诉讼程序里面 也有说 如果你去告别人 可以 但如果最后证明你是诬告 你告别人什么罪 这个罪的最终 可不是说你告完 诬告我看错了 没事没有 这个罪要反做 反做回你自己身上 这是中国历史古代 你们可以去查 为什么 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利用 像今天这个视频一样 利用自己的怀疑 随意的去质疑 扰乱社会秩序 妨碍这个司法程序的进行 观众朋友们 你想想如果说你生活在古代 如果说你随便身边一个仇人都可以诬告你 说你这了 说你那了 你就要被去应诉的话 你的工作生活 包括不算古代就算现代 也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对吗 中国整个历史上据我所知 只有一类人 他可以封闻奏事 可以随意的质疑 而不接受惩罚 那就是中国古代官场上的御史言官 这是朝廷给予他的特权 可以封闻奏事 不用先找证据 我听说我就可以上奏 那这是特例 对吗 所以放到今天这个事情来 咱们分几点来说 一个一个来说 第一 这个女生有没有问题 她是有问题的 咱们仔细导这事 你在地铁上 一步一步 发现别人偷拍你 女生有这样的意识非常好 防范偷拍 而且敢于去跟偷拍的人做斗争 这样的勇气 我给个大大大赞 好样的 好人 女生应该这样 但是事情到这 如果说她偷拍了 对吧 高高你的拳头随便打下去 没问题 但是她没有拍 你跟她道歉了 这事就完了 对不对 你证明她没有拍 你们在警察面前 好像也是说证明说没有拍 那你后面就不应该再发你之前那些 什么什么八号线为所难 给人家朴实的一个农民工 农民大叔扣上这样的帽子 人家农民工怎么你了 人家农民工是招理着你了 你凭什么给人家扣上帽子 对吗 这件事情一切的起因 包括后面什么道歉 不道歉 开除不开除的 气得专头今天额外要专门录一期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你凭什么做这样的事情 对吧 是你自己多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引发后面的一切成果 那作为一个成年人 不管你是什么川大 什么哪儿大 你哪儿大都不能掩盖你 这个成年人自己自作自受 自作主张产生的后果 成年人要学会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算是社会给他上的一课 对吗 这是此为其一 其二咱们再往下深挖这个点 我们说有些人认为说 如果说这个川大要开除他 量刑过重 那我觉得这事呢 可能不取决于川大 或者不取决于网友们 而取决于中国整个社会 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约定俗成的结果 对吧 因为我记得之前 在中国的一些高校里面 有一些男生采取了一些 所谓的可能对女生不尊重的 当然可能事实上也确实是 他一些言论 比如说偷女生的一些衣物等等 也行吗 这样的男生就被学校开除了 甭管他经历了高考这样的什么 读农桥也好 怎么不容易 怎么怎么老家是农村的 怎么怎么怎么辛苦 都被开除了 那如果说你要讲究男女平等的话 那么这个女生被开除没有问题 或者说你就直接说白了 你要求的不是所谓的女权运动 你要求的不是男女平等 你要求的是女性的权力高于男性 你直接说我也算你是条汉子 对吧 你直接说说我们现在要求什么 我们不要求什么男女平权了 我们要求回到母系社会 男人都是他妈的奴隶 你们都给我跪下 都给老娘跪舔 你直接说出来 我也算你是条汉子 你又不说 你打着女权的旗号 谋求的这种高于 凌驾于一般的这个权力 那恕春头之言 信仰上我愿意饶恕你 但是众多的网友 众多很多人就不信的 那可能未必愿意饶恕你 对吗 咱们再往下深挖一层 咋 也许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为什么这个女生在事情发生之后 他还要把这个男的照片给人农民工兄弟 给人发到网上来 第一因为对方是农民工 第二因为这个女生心里有气 那他气什么 他气什么 我想起以前有一个网上流传的很久的梗图 也是一名美女 很漂亮 穿着这个短裤还是短裙 坐着公交车 翘着二郎腿 那个腿又长又白又大 镜头拍着女的 女的看了眼镜头 然后在低头上手机上输了几个字 啪一翻腕 手机上一行大字闪过 大叔别看了 我你养不起 很多人都看过这个梗图 是吧 这个短片在网上铺天盖地 传了很久 那么眼下这个事情 内核的逻辑 我认为跟这个有关系 这名小仙女 你之所以这么愤怒 你之所以这么的 对吧 在网上发这些东西 你不就是认为 这个农民工这么看你 或者他一次这么看你以后 你觉得你受到了羞辱吗 你应该很高贵 你应该被那些 什么什么 就像是那些中国那些男明星 什么那些有名的 是吧 颜值很高的人 看 他农民工他低贱 他不配看你 你不就这么觉得吗 我猜测啊 这是砖头的猜测 对吗 只有这样 你才觉得说 看完之后 明明证明人家没有偷拍你 本来你应该气消了 甚至说长输一口气 啊没人 要是我的话 我要是个美女 哎呀 哎呀没有人拍我 哎呀真好高好高兴 我不会气 对吗 我不会事后 又给人家扣一个八号线猥琐男 你的名誉 你的偷拍 你的这些东西 是是是个值钱的东西 是个值得珍贵的东西 那人家农民工兄弟 人家的尊严就不是尊严 人家的肖像权就不是肖像权 人家的名誉权就不是名誉权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地铁偷拍这个图片 发到网上去传到这个农民工所的老家 这男子如果还有媳妇的话 这个媳妇跟他怎么吵架 而且中国说的好 说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在人家村里边传遍了 比如说这个老头 老张头在城里打工的时候 在地铁上偷拍人家姑娘 我告诉你 传不出去三天 村里边就变成了老张头在城里边打工 不老实 惦记人家小姑娘的大白腿 不仅偷拍还上手摸 我问你 让这个农 这个完全是事实啊 熟悉中国农村风气的朋友 你们可以告诉我 我说的 我夸张吗 我上高上下吗 没有 真的 尊从今天的酒店里边我气得是 我也是气得有点干颤 凭什么呀 你能想象这样给这个农民兄弟 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对不对啊 要我说实在的 这农民兄弟他们一家够憨厚够朴实的了 就是要求你公开道歉 人家公开道歉的目的就像我说的一样 我了解中国农村 就是为了消除农村可能出现这些舆论 对人家的生活的影响 而且事后这个农民工的儿子出来说话 说他爹当天就是没找着活 在地铁上蹲一会就被这个小农村举报了 那你说过分吗 你说过分吗 对不对啊 所以将心比心 咱们别说什么女权不女权什么什么这那 不这那的 咱们一碗水端平 手心手背都是肉 人心它都是肉长的 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这一次这个事件其实给我们很多人提的一个醒 真理和谬误往往都是一线之间 就像这次的事情 维护妇女权益防止偷拍是好事 点一万个赞 但是借着这个所谓的防范 借着维护妇妇女权益 肆意散发自己人情中的邪恶 肆意散发自己这种脑子里边的阶级思想 那不好意思 那就该怎么办怎么办 你就承受网络上舆论反馈过来的反作用力 自己挨打要立正 站稳了 您可别哭 对吗 所以这是我专门和对电视频的一些观点 不知道是否认同 搞不好呢 又得被人扣上 对吧 不尊重妇女的帽子 那请各位高人 咱们这个手下留情 好吧 对对电视频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那今天就到这 好吧 感谢大家 我们这个设计人实在是不吐不快 这个农民工兄弟实在是太惨了 忍不住说两句 那有什么观点看法 老规矩 还是这个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